就这个问题进行一次讨论 那么这也是我觉得他提的意见很好 那么我们有非常多的 民进有非常雄厚的专家团队在后备当中 那么最近我们看能不能找几位 那么专业人士来进行一次的讨论 好的那么接下来我们进行到下一个话题 那么下一个话题是与美国 现在在这样的一个时间段里 可以说很多企业都是归宿 或者是出现了很大的一个收缩 那么全球也是如此 不过也有一些企业是在这个时期 却发展的非常的好 表现的优异可嘉 那么全球的资本市场各国都有一个比较 那么现在看来 美国在这一场疫情当中 虽然那么像零售业 像餐饮业 像旅游业等等 航空游龙用输等等 这些行业都受到一些冲击 不过还是有一些可圈可点的地方 那么随着有一篇来自华尔街日报的报道 就说要想了解美国的蓝筹股的表现 比世界其他地区的好多少 可以参考以下的这些数字 说纳斯达克上市股票的市值 上周一度超过美国以外发达市场的主要指数 前五年而五年前的市值仅相当于后者的一半 这些数字呢 以及类似的不雄长比较的结果呢 会让投资者呢停下来思考 最大个股微软 Microsoft的市值呢 最近呢 英国富士100指数的整体市值呢 但可持续性到底有多高呢 富士100指数的成分股中包含了 荷兰皇家翘牌集团 汇丰和联合利华公司等等 这样的全球的巨头 微软苹果公司 亚马逊公司 还有其他的像Facebook 这五家美国最大的美国企业市值呢 现在超过了标普500指数 五个板块的整体市值 这种现象却有多合理呢 此外呢 据标普的这个道琼斯指数的公司的策略师 爱德华兹的数据呢 这五家公司的市值呢 占该指数的比例呢 从年初的16%呢 上升到了20% 为1970年以来的最高 这又有多合理呢 多年来呢 许多人一直在警告科技股呢 存在巨大的泡沫 但如果科技股真有泡沫的话 那么它只会不断的膨胀 科技股以及其他的盈利能力强 增长速度快的公司股票呢 在此前的牛市中呢 跑赢了其余的所有的股票 而且在本龙的熊市中呢 再度跑赢 这些股票的良好走势呢 使得美国股市的表现呢 也远远强于其他的市场 自二月份美国股市见顶以来 标准普尔500指数的下跌幅度呢 与英国或者是欧洲的股市 当然是以美元计算的跌幅呢 可以说是几乎是相当的 标准普尔的500指数呢 是等权啊 那么权重的指数 也就是说呢 亚马逊和微软的权重 与一家百货商场货石油公司的权重呢 是相同的 不能发生的事情就不会发生 但有充分的理由可以解释 是在或许是自大萧条以来 最严重的衰退来袭之际呢 为什么这些顶级的美国公司呢 比其他公司呢 表现得更好 现在这些公司呢 往往不会债台高中 许多公司呢 拥有非常多的现金 那么他们的现金储位是充沛的 例如呢 比如说今年的年初 微软就持有1340亿美元的现金 和短期的投资 眼下呢 投资者在买进任何股票之前呢 要问的最重要的问题是呢 一家公司能否在深度衰退中呢 重活下来 美国这些规模巨大的增长型公司呢 大多可以给出非常肯定的答案 说你能撑到2021年 阳光明明的时刻吗 天力投资的全球股票主管 罗伯森问道 那些大型科技股 不需要面对这个问题 因为他们都拥有非常多的现金 其次呢 这些公司所利用的许多经济趋势 正因封锁措施呢 而加强 比如说市流媒体的一些公司 在线办公的公司 社交和网络上的购物 在线的广告 游戏以及许多商店呢 更支持使用信用卡 而非现金的一些举动 第三呢 是这些深度衰退 将削弱许多行业内的 已有企业 帮助科技巨头呢 打破前者的商业模式 挣扎求生的实体零售商呢 会发现呢 打败亚马逊呢 更加困难 与融计算 或者是日益崛起的 新媒体竞争的企业呢 也是如此 那些紧跟大型成长型公司的 硅谷初创公司呢 可能也会发现呢 更难筹集到资金 因此呢 来自新竞争对手的威胁呢 也将会减少 那么最后还要考虑到的是 衰退期的一个交易 主要投资者预计呢 经济会出现 长期的U型复苏 他们就会担心呢 继续担心的 汽车制造和航空类股呢 对经济周期敏感的股票呢 他们更喜欢有着低杠杆率的 可靠收益等特点的高品质公司 无论经济表现的未来是如何的 这些公司呢 都能够进行扩张 只有当投资者完全改变上述心态时呢 市场才会从大型科技股和成长股 浓动到比较便宜的周期性股票上 上周五呢 这种对V型复苏的压注呢 曾经昙花一现 当时人们对现在所面对的一个病毒呢 找到治疗的药物的希望呢 不断的升温 由此呢 提振了波音公司和哈利伯洞公司 还有其他的像花旗银行 花旗集团等曾经遭受的重创的股票呢 当日也都反含有10% 即便是那些对美股科技股的巨头 长期前景持怀疑态度的人呢 也认为这些股票目前是一个不错的选项 因这些公司呢 有能力呢 抵御这样的一个经济衰退 因为他们手术中呢 握有非常多的一些现金 还有一些其他方面的人士就说呢 但就目前而言呢 哈尼特看好哪些股票 他们预计呢 说预计科技板块在某个时刻呢 也将成为危机的一个受害者 他们就说呢 就目前而言呢 哈尼特看好那些现金流呢 稳健的公司 他认为呢 长期的危险在于呢 这些大公司的一部分可能会受到新法会的影响 或者发现即使在是在线广告之处呢 也对经济的波动呢 颇为敏感 这位作者也是写就在这篇报道的作者 就认为呢 自然啊 笔者自然是一个价值型的投资者 那么偏爱呢 没有人买的股票 但现在的许多 美国公司呢 在经济停满前呢 就口不堪言 其股票也因此呢 变得更加的便宜 这些股票更像是一些看涨的期权 如果经济出现微型复苏呢 随着这些公司深从前景的改善呢 其股票的表现呢 竟然也会令人非常惊叹 但如果没有微型复苏 许多公司的市值呢 将会灰飞叶灭 也就是说呢 可以说这底的报道 而科技巨头则为投资者提供的相反的赌注 这些公司呢 现在现金充沛 在经济复苏缓慢复苏下呢 不失为一种安全 且可以获利的投资 但遗憾的是呢 这类公司的大部分的增长呢 已在自身的股价中呢 有所体现 也就是说呢 高价值呢 已经成为一个现实 现在买进呢 真的是有一定的危险 因为他们现在的投资者呢 是越来越多 还有一些新的情况 关于经济方面的消息呢 是我们看到的 美国的原油期货的价呢 是负值 那么中国这两天呢 也出现了非常多的一些银行 和代理的一些人士呢 进行的投资 比如说 像参与美国石油投资 或者是期货投资的一些人士 有一篇报道来自于 这个台湾的中央社啊 那么说呢 美国原油期货交易日的 钱啊 日前呢 已经破天荒的跌到了 负值以后呢 许多中国的投资人呢 今天感觉受伤了 最重的就是自己 因为中国银行发行的 投资产品呢 与此挂钩 却来不及平仓呢 致使损失惨重 中国银行今天呢 则一连发出了两次公告呢 进行了解释 根据中国银行官网的一些资料呢 说原油宝是中国银行 面向个人客户发行 挂钩境内外原油期货合约的交易产品 其中呢 美国的原油对应的基种标的呢 为WTR原油期货合约 中国银行呢 作为 做市值提供报价 并进行风险的管理 那么美东时间20号呢 我们知道 纽约的西德州的终极原油啊 5月交割期货价呢 熟钱力的跌到每桶 负的37.63美元 这一天呢 是此合约最后一个交易日 而中国银行原油呢 原油宝4月20日呢 斩期 正巧碰到了历史上最低的结算点 这场交易中呢 投资圈发现 其他原油相关的投资机构呢 都提前呢 吊仓换月 全世界都跑了 就中国银行 没有跑掉 在没有对手方交易的情况下呢 中国银行的原油宝呢 将参考上述每桶 负37.63美元的 CME的官方结算价呢 进行了结算 或者是移仓 那么华夏时报就报道 就指出呢 与中国银行不同的是呢 中国工商银行 中国建设银行 民生等银行呢 都在一周前呢 就位客户呢 完成了移仓 当时平仓价格是 每桶21至20美元之间 有投资者在网上质疑 中国银行错误的选择呢 在最后时刻进行换月交割 导致市场呢 已经没有对手方 那么根据网络上 个别投资者 放上的一些 结算单的截图来看呢 有投资者原先是 以人民币194.23元的价格呢 买了2万单位的原油宝 成本呢 是388.46万元 结果呢 亏损呢 是920.7万元 本金赔光部说呢 因为必须补足保证金支构呢 还拖欠银行呢 532.24万元 针对外界的异论呢 中国银行22万间呢 再发一次公告 其中就指出了 按照协约约定的合约到期时呢 会在合约到期处理日 依照客户事先指定的方式呢 进行移仓 或者是到期的闸差处理 也就是说到期的这种 平仓方式的处理 其中呢 移仓呢 是指平仓客户持有的全部 当期的合约 同时呢 开仓下期合约 那么闸差呢 是指的是呢 仅平仓客户持有的 全部当期的合约 那么目前呢 主要的参与者呢 仍然将 有一个电话 那么请这位网友呢 稍等一下再打过来吧 那么目前呢 主要的参与者呢 仍将根据交易所规则呢 参考该结算的 结算价来进行结算 中国银行呢 以依据事先约定完成 五月合约的到期而处理 公告还说呢 对于原油宝的产品呢 市场价格呢 不为负值时呢 多头冲呢 不会触发强制的平仓 对于已经确定移入 进入到移仓 或者是到期处理的呢 将按结算价的 为客户完成到期的处理 不再盯视 而且是进行强制平仓 那么这样的一个事件 出现之后呢 也是让很多人呢 是损失惨重 那么非常多的人士呢 就有一个笑话 就是这样讲 说我们真的没有上过 这样的一课 有一个图片上的人说呢 说银行专家们说呢 原油45美金的时候呢 说告诉散户呢 说买买买 那么现在呢 已经是价格很低了 当原油到40美金的时候呢 有些人士专家们就说呢 开采成本呢 决定了油价 会维持在40美元以上 那么40美元的这个油价呢 说呢 就不会再跌了 让人们去买 当然跌到35美金的时候呢 有一些人说呢 不可能容许呢 页岩油的企业破产 因此呢 美国呢 一定会撑起来 觉得呢 这又是一个机会 没想到呢 也跌破了35美金 那么需求萎缩 中期看呢 维持30美元的一个平台的时候 大家认为30美元 就这个点了 哎 又掉了 25美金又掉了 15美金又掉了 到最后掉到哪里的时候呢 掉到了负的37美金 一些人士说 我们在课本上没有学过 油价还能跌到 负的这样的一个价值来讲 说真的在课本上呢 从未见到过 那么这样的一个说法呢 也是表明了很多人呢 真的是无力回天 那么对于中国银行 所采取的这种方式 给他们造成的损失呢 很多人都说呢 他们将要采取的措施呢 可以进行维权 那么这里边有没有我们懂 这个期货交易的一些人士呢 可以给我们进行点评啊 如果没有的话呢 我们就进入到 我们节目的下一阶段 那么看来没有啊 没有我们就进入到下一阶段 那么下一阶段呢 我们讲的是 美国现在的疫情当头之际啊 现在是在全世界呢 是假消息频传 那么纽约时报就说呢 中国的特工呢 在四处都在散播着 这样的一些谣言 那么我们看到了 美国爆发了 武汉肺炎的疫情之后呢 许多美国民众呢 三月中午呢 纷纷在手机和社交媒体呢 收到假消息 包括宣传政府呢 将分锁全国啊 那么纽约时报就报道说呢 有官员透露的这些假消息 是由中国特工呢 协助在散播 纽约时报报道说呢 数以百万级的美国民众 在三月中午收到讯息指出呢 美国总统川普政府即将 分锁整个国家 其中一则讯息就警告说呢 等防范劫匪和暴徒的军队 部署到位后呢 他们就会立即宣布这项消息 信息还宣称呢 这是引述美国国土安全部 一名消息人士所讲 这些信息呢 在短短48小时之内的就广为流传 以至美国白宫国家安全会议呢 要透过推特的发布声明 澄清这则信息呢 都是假的 那么六名匿名的美国官员就指出了 自从假消息造成一波恐慌之后呢 美国情报机构呢 已经评估出这些信息呢 传播到各平台的过程呢 背后有中国特工的 有中国特工的参与 那么这样的信息 扩大散播手段呢 让官员们感到担忧 因为假消息 以简秀的形式出现在 许多美国民众的手机上 这让很多官员在过去呢 是没有遇到过 我们接到一位网友的电话 您好 你好 刚才那个讨论那个 就是Premium Basement那个 WTI 就是Western Texas Industry 那个 因为我在那个 就二年本地 做过石油很长时间 就是这次出现的这种情况的话 我们现在是 就是说实际上是实体经济 把祸害了这个虚拟经济 就是期货的话 它造成了负值 那么在将来的话 它会这个东西会反馈回去 就是说 是因为这个 现在的大小船都在海上飘着 都已经充满了油 你那个到期了的话 你就必须购买 不购买的话 那个生产出来的油 就是你前面 前面定的货 就是在这个五月之前定的货 到五月要交接 你必须交接 所以这种现象 一定会造成 另外一个 从我的经验看的话 就是WTI 就是说 我们在那个 Western Texas 就是做页炎器 页炎油 实际上对页炎油的影响并不大 为什么呢 因为页炎油本身就是说 是作为调节油价的一个杠杆 大概市场上在这个疫情发展之前 市场上大概 国际市场上是有50万桶 这个50万桶的就是这个浮动 就是每天的需求 美国的产油 大概是 最高的达到900万桶 就是一天的产量 900万桶 这样的话 可以调节一下的话 那么 到现在为止的话 就是说 国际市场的油价 已经跌到25万 25美元左右 那么 相对来讲 那个二叠盆地的话 它就是 基本上小子的企业 基本上就停转了 实际上是可以 停转了 就是说 并不会造成太大的这个障碍 就是说 在那个 你就是 一方面就是说 不再不开心 不赚心景 我当时在的话 就是两年以前的话 大概是 价格是 就是打一口心景的话 要100到150万美金 如果是页炎油的话 那个产量的话 如果按照这个价格的话 大概能够 就是说 有两年的工作 才能把这个 就是页炎油的这个成本开的 就是拿回来 大概平均一下 当时算的平均是45美元左右 所以就说 就是跌到45万以下的话 页炎油基本上就 就没有什么利用可言 那个 所以就说 按照这个趋势的话 页炎油将来的话 也不会有太大的发展 我估计的话 反正我的很多就是同事 或者是以前的 就是同事 基本上都都没要喝了 就两年以前就没要喝了 实际上就是说 我就为什么说 就是对现在的情况来讲的话 影响并不是很大 将来的话油价 我个人感觉 不会超过30美金 就是在未来的两年之内 都不会超过30美金 会产生利用 你也刚才提到了 其实现在页炎油呢 已经生产量的很大的一个萎缩 在整个市场呢 并没有造成很大的一个影响 或者对市场价格有冲击 还是呢 过去的老的这些原油生产的量呢 已经是供大于求 而导致的一个倒挂现象 是这样吗 对是这样的 就是两年以前的话 已经到就是国际市场呢 就是油基本上是有50美 就是每一天的有50万桶的 浮动 50万桶浮动的话 那个这个就是 如果说你要是 就是一旦那个油价是 往下跌的话 就是往上涨的话 比如说你涨到45美金以下 那么它接页炎油 它马上就可以恢复生产 就把这50万桶就补及了 所以它就不容易就涨到50 就是50美金以下 就不容易涨上去 那么就是说 如果说你要降低的话 比如说你降低到这个20美金一桶 那个这个就是 就是石油行业的话 有这一说 就是说 二年盆地就是 一年油决定了油价的上限 就是决定油价的上限 你要是超过某一上限 比如说超过50美金 那么它马上就把这一年油产量 就给它补及了 但是沙特的油的话 它是决定了油价的下限 就是说 那个油价的话 你就是你跌到一定的程度 沙特就会 它就会减产 就是一减产的话 它就油价就会维持在 就是25美金以上 就是在这个范围内 所以我就是说 从我的这样的估量的话 大概就是将来的油价 就是在25美金到35美金左右 就是在这个范围内 这样取决于各国的 恢复生产的这个能力 就是消耗 关键是就恢复生产的话 你那个各行对油价的 对油的需求量 现在大为减少 这个是主要的原因 我还有一个问题 要请教您一个问题 因为上一次的时候 我们在讨论到 俄罗斯和沙特阿拉伯之间 斗争关于油价的减产问题 没有达成协议 导致了国际原油价格的下跌 当时我有一个观点 和我们看到的一些 新闻背景上 了解到的一个情况是 其实沙特阿拉伯和俄罗斯 这样的一场战争呢 一定会伤及一个 他们共同的敌人 也就是页岩油 这个说法可以成立吗 我不认为可以成立 我刚才跟你说过了 就是说页岩油的减产 或者页岩油的控制产量 投入新顶的这个 新顶的这个措施的话 在两年以前就已经完成了 就是说大部分的小的企业 比如说像那种 那个就是小公司的话 比如说有 我的估计就是有1万英武 那2万英武以上的 那个以下的这些重要型企业的话 基本上就很难维持 如果是你是页岩油的话 页岩油的话 因为需要比较多的一些 那个投资 你才能 才能增加产量 而且那个下降曲线也很快 就是说 你听说的就是压力 就是压力的话 就是你这样 像银银里面注入这个 高压的那个就水 高压水的话 就是我们当时做的时候 就是在每分钟要 要打进80桶水 就每分钟要打进80桶水 要打进 一般要打进上万桶水 这个这个成本也是蛮高的 打一次的话 做一次抄的作业的话 也需要有个 30到40万 30到40万美金 就是说这个 就是随求页岩油的 它这个成本是很难下降 而且对于美国来讲的话 就是尤其是二点神秘 就是我们说的WTI 就是Western Texas 这种 这个轻质油原油 Western Texas 这个油的质量是很好的 就是说不亚于 就是沙漠和科威特的油 就是也属于轻质原油 就是基本上属于 比较轻的 就是那个 比较容易体验的 容易那个 就是像这种油 那么这种油的话 但是在美国来讲的话 就是在奥迪本地的话 我们奥迪本地的话 大概有一百个县 就是一百个county 那个包括纽美西哥 和那个 还有和那个 Western Texas 就是说这两个 就加着一百个县左右 都有这个油使用的杵量 这个使用杵量 大部分现在的 基本上开展的 都是那个页岩油 就是常规油前 基本上已经那个 已经开展完了 因为它都有 一百二十多年的历史 就是说在二战之前的话 二战那个之前的话 就已经开展了 我们最早都看到 油的话都是 一八几几年的 就是一八 一八九几年的 就是那个什么 就是美国国 就是那个 那叫什么意思 就是水果沃 就是那个 那个时候 就是已经做 已经展中了 很大的 那个就是很多 就是比如说南方的 就是因为 我们在那个 在那个 Western Texas 就是主要的是 Obasa和Binnet 这两个城市 看到大部分的 那个建设 很多都是 Channel Lee 就是那个 李将军的 那个 纪念碑 就是我听说 我问这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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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地的 是 为什么会有 这么多的 这种纪念的 就是一个 就是 就是 街灵和那个 什么 纪念碑 什么 都是 都是 Generleague 这个名称 谢谢 他就说 就是 就是那个 就是 南北战争 结束以后 有很多大批的 就是南方的 这个 副导军人 就是 就是 下来的 那个 军人吧 就是 他们就集中 当时就集中 集中在那个 都是往那个 开发市那边移动 然后 做那个什么东西 就做石油开采 那会儿当时 那会儿还没有什么 在发行 何平先生好 你好 你好 哎呦 你好你好 我们节目开始了吗 还没有吧 我们的节目 现在马上开始 您就可以先 一节二节 央视被带走 是如何的 哈哈 这个 是因为网上 有摇泥嘛 我们做新闻的人嘛 就是 有一个 我现在是真的 是在做节目了吗 有一个 我可以帮你 我可以帮你 好 我好像 我帮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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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帮你